华联市市长背慢速垒球锦标赛 这个周末分别是在国福棒垒球场 还有大本公园垒球场举行 吸引了县内有39支队伍 近千名的垒球好手报名参赛 市长卫家夜宴出席了开幕典礼 他向所有的选手加油打气 也期盼大家团结合作 拿出最好的成绩 113年华联市市长背慢速垒球锦标赛 从30号开始一连两天 分别在国福棒垒球场 及大本公园垒球场举办 这次总共吸引到县内39支队伍 近千名垒球好手报名参赛 那我们总共分成三个组别 依序是公开组 社会组以及健康组 都是集中在花联县吗 大部分 不过这次也有来自台东 宜兰跟台北的 30号下午市长背加夜宴 及世代会副主席黄达翔 也都亲自出席开幕典礼 并向所有选手加油打气 期待大家都能团结合作 拿出最佳表现 那我想花联市公所会支持 我们各单项的一个体育竞赛的一个促成 那我想未来有各单项的一个活动 都可以来花联市公所做一个申请 那我们都会持续的来支持 我们各单项的一个活动 那也祝福今天的选手 都能一切平安 拿到好的成绩 最后也要感谢我们市民代表会 我们的主席副主席 以及所有的代表 给我们预算的一个大力的支持 市长非常的重视体育的活动 那所以我们花联市民代表会 针对所有各项的体育赛事 我们代表会也会全力支持市长 他所主办的各项活动内容 那我们明天也有我们市民代表杯的羽球赛 那也希望说我们各界的喜爱羽球的好朋友们 也可以到我们花联高宫来给我们的支持 类球场周边充斥着练习传接球及热身的选手 场上也如火如荼进行着比赛 市长维嘉燕希望大家在比赛中互相学习 切磋球技并结交志同道合的球友 借着各项赛事培养运动风气 也提升民众的身心健康 将花联市打造成一座充满青春活力的美丽城市 记者徐立晴花联市报导 我们下期见